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我们课的 课长 然后刚有机会就变成处长 在之前的时候就想说 因为我们课是负责 城市设计 就系统开发的 那想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开发 可以做得更流畅 那所以我就那时候有跟 因为我先前我就先上过 PMP了嘛 那想说在快要年底的时候 有些时间想是不是 可以安排一下 上一下 跟我们在 系统开发或者说在工作上 有帮助的一些课程 那本来我想说去选 ACP的课程 那后来跟Ali讨论之后 就觉得说 先来看看Squam CSM 那我就去报了CSM 其实我对CSM的感觉 其实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感觉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CSM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 Squam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东西 这个 有看到吗 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有看到我 这个饼干啊 我说有没有看到我另外一个饼干 另外一个画面 没有 没有 只看到Squam OK好 等一下 我再分享一次 就是 什么叫Squam呢 大陆把Squam称为 世卦 没有 我把Squam 每次想到Squam 我好像想到这个饼干啊 有看到这个法兰酥的饼干吗 我每次想到都觉得 好像是一个很好吃的饼干的品牌 这样子 当然这个就是一种一种感觉 就觉得有点 是应该是很好吃 然后口味也不错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那后来呢 就是 再一次 后来就去上了Squam 那上了Squam 就觉得他是 他是一个 一个 管理对管理上有帮助 而且是可以帮助你成长 在工作上成长 那他是一个属于知识性的一个 一个学习体系好了 那所以我觉得 越读他就越觉得 感觉不错 味道是甜美的啦 那再往下讲之前 其实我接下来讲的 其实比较像是对蠢蠢 蠢蠢所讲的那个部分的补充啦 那首先呢 如果说你要知道Squam的内容的话 你可以找这两个网址 那第一个网址是Squam的 Squam的那个网站 那第二个是有善心人士呢 就把把他翻成中文版 对这两个可以去做参考 那这部分就是 其实在学习Squam 在学习这个课程之前呢 那时候 在就是Alia或者Amy那边 他都会提供就是2017年的版本嘛 那所以我大概在开课前两周就开始在读 读那份文件 那读的文件的时候就是 就像读一本书一样 刚开始就想睡觉啊 然后来读一读的觉得好像 好像就是不是对工作上 有一点感就是有一点呼应 有一种感觉 然后后来因为因为我们就是 上了这个课 Aly这边他就会去希望说 学员间之间做一个分享 那做一个就是 有点像课前导读 就读书会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藏宏很不错的制度就是这个读书会 让你从很陌生的 然后透过读书会慢慢先去了解上课的内容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因为你有参加过读书会 所以你会有一些印象 然后课后再去联系 所以在开课前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 做了一个小的读书会 那这小的读书会 也是把我所读的那份文件呢 就是从头读到尾 重新乱过一遍 那这样子就很快帮助 能够去对这个了解 那至于上课就是 诚如刚刚 纯纯所讲的 就是他那个内容 但上课内容就不讲 其实我觉得这个上课 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 因为其实我上满多课 也是第一次上这种 虚拟跟实体的混合 本来那时候就在想说 这种课干嘛上这种课啊 这种上来这种课 怎么会弄到 就是混成这种课程 是蛮新鲜的 觉得说应该也都差不多吧 不过后来 后来其实老师功力真的有差 除了那个毕业老师 其实蛮厉害的 然后再来老师也在这里面穿插 那至于上课的内容 是什么 请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上课的时候 去做一个体会 那至于考试 其实因为我在两周前就开始读 那对我来说 我是独熟了才去做考试 那但是因为我也希望说 我们同组的同学也可以一起考上 所以在那天晚上我就 其实我们组里面有六个嘛 有六个去考 其实有两位已经先考上 不过他们是考完就睡觉了 那我就是考完之后再去一直问说 谁没考上 还没考的 然后就跟他一起考试这样子 就是说在旁边去 也是以线上课程的线上 视讯的方式啊 或者用LINE的方式呢 去跟大家彼此打气 然后所以我们那一组大概在当天晚上就全部考上了 只是我们回报的时候是另外两个先税的没有回报 那所以其实也很顺利就可以考完试 那课后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 因为我刚好是认了管理职嘛 那这个管理职 其实一直在想说 未来我们的工作要怎么走 所以其实在我接任了我们处的管理职之后 所以其实我是在每天在看这个 就有空我就在看这个 不管是我有纸本 或者说我拿手机有空的时候 我就翻一下这样子 然后想说在我工作上怎么去导这个 倒是逛 因为毕竟我们 我们在原来开发就是算是比较传统式 而且大部分都是以个人的 个人的能力去做系统开发 而比较少去听我可 所以我们的一个系统就是通人都接了很久 那相对也会有个问题 就是当他要想要退休的时候 其实不敢给他退 那再来呢 等到他真正退休的时候 后面的同仁可能就不好接这个系统 那就会造成系统的整个运作上面会有一些状况 那所以我希望说能不能因为我读了这个 这个是光的关系呢 能够在这个部分有做一些改善 那刚好也有个机会就是 除了除了客户再去读 读这个是光之后 其实越读越有感觉 那而且又在想说其实我也学的PMP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 第二再讲一次 参加长虹真的是算蛮不错的 然后后来我就是 考完四周六就看到说他们有一些社群就参加了社群 刚好在一个就是在我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有一个社群就突然要在讲什么 KPI跟OKR的差别执行他 其实这个部分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他详细的内容 就是宏 宏家祥应该是总经理 他人也听起来就是看起来是 这部分也多么蛮深的 他刚好在一次的机会里面就分享 KPI跟OKR的差别跟执行重点 那我就是现在想说其实我学过PMP 那最在我们工作上最常会用到的东西就是 要做WBS 那因为做工作上的管制嘛 工作项目的管制 所以就一定会做WBS 但这时光又跟WBS 我怎么去做结合在一起 其实我很难去很难去 去揣摩出他到底怎么回事 那所以刚好上了这个 是线上设计这个课 那我觉得刚好可以应用到 他刚好在里面去讲到说 我WBS怎么去 去把KPI跟OKR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说明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说 我可不可以用一种 也算是他在里面所做的表格那种概念 就是做了另外一个东西 这直接修给大家看 等一下 在这边的说 其实在我的工作上面 我们就是会订定 每年度的年度专案是什么 那年度专案里面 其实这一项 其实 把我们这边显得要代办工作事件 就把它想成这是 做了这个专案里面的一个WBS的规划 当时我们在工作上面只会做这两项 那剩下就凭同仁的自己的时间的安排 然后去把个别个别像的把它完成 那完成的时候其实可能在时间的管控上面 跟它的成效管控上面并不是那么贴切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上了那个KPI跟OKR的那样的一个课程内容之后呢 那事实上这个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我的WBS 因为WBS下面就是工作包嘛 事实上这个就是工作包 工作包就是我的成果 我的成果我要这个成果 然后呢在这成果上面 我怎么透过这个行动方案去达到我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最后当最后面就会有一个状态嘛 那那在这边讲讲起来就可能可能就是 把PMP的WBS更细致 或者跟跟所谓的OK啊 把它并在一起 可是在实况什么应用 其实我后来就跟同仁讲说 对于这些工作呢 因为在过去我们就是以一个月一个月做管制嘛 那是不是可以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去告诉我 你做这件事情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呢我就是把用那个在实况里面 它有一个Sprit嘛 Sprit它可能是两个月 两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 那我就跟他们提说 其实我在看你们这个部分呢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 如果节奏快一点 希望你每个礼拜都能够最少有一个成果出来 而且这个成果是具体 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因为这样子的部分 所以我在我的年度专案里面 我就是挑了五个去执行这样的一种 撰写方式 那因为是刚开始嘛 那在这其中一个案子里面就是 其实我们从12月11号开始去让 让到今天 其实很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效率 在过去可能一个月做的时候 其实我不晓得它的真正成果是什么 可能是会透过不同层级的击吹的方式去问他说 你现在做到哪里 那个东西做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做好了没 开会东西单发了没 你拿到评估表了没 机会一直去问到 但因为透过这张表 因为这个我们直接上协作嘛 就是上Google协作 所以呢 他 他这边 他这边行动方案可能会因为做这件事情 有些变动的时候 他会自己去做更新 但是他的就是同仁做完的时候 他会有科长去 每个礼拜去review你做这件事情 是有没有符合 科的或者处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的 现在状态是什么 然后他相关的成果是什么 其实因为在我们公务机关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文件嘛 这个文件 也可以作为下一次的 同样类似的专案里面的参考 所以我们这每一份 每一份文件后来就扫成PDF档 然后就存在我们的DNAD上面 所以呢 这个专案做完之后 就是我可以顺便把 这些成果所对应到的 那些档案留存下来 然后当作我们事后 在同时在进行 相类似的专案的时候的参考 那么在我做相类似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就是原则 会做成八九不离十 那在整个行动方案 也可以透过先前的部分来做参考 那因此我觉得 因为刚好有上过 上过时光 而且在上过那个 红总的那个OKR的那个部分 其实让我以这种方式 去执行我的工作 或者在管制我工作上面 就会变得更方便了 那最后呢就是 好这最后了 等一下再来一次 最后呢就是这个这个图是 这个这个图就是燕子在飞吗 其实我在过去在学一些管理课程的时候 就是共好互相帮助 那那我就会自己定义说 其实我们在学习上面就共学嘛 共学共啊 精进而这精进其实在逛里面 他讲的就是incremental也就是说 你在每次每次的一个工作事项里面 都有他的增量的效益 那这个增量效益就可以让你精进 那我就是以这个燕子在飞 还有跟共学共好 精进跟大家互相勉励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